市長以及各位長官是不是請次長 王委員 您好 市長您好 我想幾個問題請問 這個昨天日前 有這個計程車業者 到這個老委會來陳情 這個事情我相信 可能因為跟交通部相關 原因是什麼 計程車就是根據老委會的這個統計 這不是業者自己的統計 計程車每月工作時間長達270個小時 那但是這個平均每個小時的薪資 大概只有70.8 所以對於計程車的資費 跟他們的工作問題 就是說 還是說有沒有一個退廠機制 能管控到現在的 這個能夠一方面提升品質 一方面不要有那麼多 計程車在大街小巷裡空轉 導致這個一方面浪費能源 一方面工作時數長 鎖得又少 然後又周 周少升多 這部分有沒有一個通盤的制度的檢討 好 謝謝委員關心 那計程車這個部分呢 我們交通部一直也是非常關心 那的確目前的計程車司機呢 事實上的確他們的收入工作辛苦 也很辛苦 收入也的確是不是很高 對 但是呢 這個這兩年的事實上是有改善 那目前呢 前這個昨天建設司機去老委會這個抗議 對 那是改善後還是抗議呢 他是他的資料 他是用民國98年的一個統計資料 那98年的統計資料剛好是在民國97年的時候 海啸 金融海啸時候的資料 所以那時候他的收入是偏低 空車率也很高 但是呢 我們現在有交通部做了幾件事情呢 目前看起來是有一些效果 我們還會再積極處理 第一呢 就是说87年以後呢 我們計程車的牌照就不再核發新的牌照了 87年以後 87年以後 所以牌照已經在這個沒有在管制的 也沒有在繼續核發 那第二个呢 總數大概多少 現在台灣 總數呢 是目前有八萬這個七千多的 449 那台北地區有五萬三千多 多這樣的 這個是總數 那這個空車率呢 事實上呢 在97年的時候 空車率是達到80% 那去年我們的統計已經降低到65%了 空車率 空車率 那這個營業的時間呢 也是97年的時候呢 是12個小時 那現在呢去去年已經降低了兩小時變10小時了 那原因我們也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譬如說呢 那個公務 每天開10小時的計程車 空車率60% 65% 目前是65% 目前是65% 只有還在持續我們覺得還是會繼續下降 那有沒有一個退漲機制 目前為了提個譬如說他犯了什麼樣的行為或是犯了什麼樣的交通規則之後 這個是有的 那幾點以上 幾點以上 就對不起 沒有辦法讓你開了 台照會被吊銷 有這一類的規定 對 那顯然還是 這個 因為你要提升服務品質 那當然是 還有就是說 我覺得比較重要 推動那個計程車公務化 譬如說我們公家機關呢 慢慢就是說 現在的公務車 我們原則上都是 欲缺不補了 那盡量就是走 這個做計程車的方式 然後另外呢 那這樣成本 對公務機關來講 會降低嗎 事實上成本反而降低 怎麼說 因為養一部公務車 同時還要養司機啊 等等啊 人事成本啊 還維修 對對對 反而是比較高的 保養 對對對 有這樣精算過 對 我們有精算過 那你當然請給我 給我書面 好不好 好好好 我需要這個書面 對 就是說公務車 有時候如果閒置過多 或是為了負擔這個駕駛的 這個退休 人事費等等的 是蠻高的 沒有錯 但是會比計程車便宜 這個我就好奇了 要給我書面 好不好 好 好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在推廣那個計程車 能夠盡量的這個排班區啊 還有定點 譬如說超商這邊能夠叫車等等 就讓計程車空車跑來跑去的 這個機率降低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也慢慢協助呢 盡可能是車隊的方式呢 加入車隊啊等等啊 那用叫車的方式 那這樣的空轉的時間變得比較少 那計程車也比較容易找到客人 你們每個騎程預計多久可以降低到 譬如說空轉率可以降低到50% 這樣子就比較漂亮了 這個因為每一個那個計程車又 真正的主管單位又屬於地方政府 所以我想我們另外一方面 積極跟地方政府 要跟地方政府 每個不同的地方政府在積極的在 在進一步的協商討論這樣 然後看看怎麼樣定一個目標 這個我想我們可以努力 好如果是這樣子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過去常常提到高齡駕駛 昨天前兩天也發生高齡駕駛 這個造勢 但是我們想提的是高齡駕駛的部分 對於職業牌照 職業牌照這個高齡駕駛的部分 有沒有做管控 對於他們職業生涯 就是說 譬如大客車 職業小客車或職業大客車 或是甚至於其他大客車 這樣子的一個駕駛的年紀 如果太高了 其實我們是要定期來檢測 他身體健康狀況是不是足以升任 因為乘客的性命交到他們手裡 我們有這個規定 我們請市長來說明 請市長告訴我們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原則上次計程車大概60歲 60歲或大客車也是一樣 經過60歲以後 他就有比較嚴格的體格檢查 檢查的項目 然後經過醫師的評鑑以後 他才能夠繼續 試任 就繼續來續任 而且續任的就是一年一年要離別 這是有關職業汽車駕駛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請 請非洲 初奉思委員要求簡單發言 好來 請 哈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說的啊 好 主席各位先進 我想是不是請市長 市長 市長我想我接 接那個黃委員的 那個議題 主委員你好 因為今天大概大家都很重視的就是計程車的事件啊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現在呢 呃 計程車的這個 這個 申請啊 好像 就是只要他申請合乎條件就可以嘛 是不是 你說取得新的計程車排 對對對 我們現在已經凍結了沒有沒有沒有對 就沒有了 那現在原來多少呢 原來是現在有八萬多 現在目前全台灣有八萬七千四百四十四九 所以 應該有很多委員問過 就是說他現在目前這樣運轉的話 還符合他自己的成本嘛 就是目前來講呢 因為我們這樣一次凍結之後啊 現在空車率啊 在下降 你的空車率是因為我我看了一下這個 你台北市委託什麼一個洪博士啊 他說現在呀 空車率已經降到六成五了 對 而且呢 恢復到九十三年的水準 每天每天在客量呢 大概二十六個人 每小時營收兩百兩兩百五十三元 他近十年是最高的 那他是怎麼去調查的 這個就洪博士的那個調查方法 您了解嗎 我不清楚他的調查法 是他 對啊 我的意思 我們請我們副局長 他如果是像你這樣講的話 雖然說這個二十六個人也也不是很多 可是他應該還可以維持 可是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這個計程車司機哀嚎 哀嚎遍野啊 這個跟委員報告一下好 那洪博士的調查本身 他是用跟車隨車的調查 然後他是 他怎麼跟車隨車 他是選 那請你把那個 他那個調查的報告給我們 好的 好不好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知道現在啊 各縣市啊 推了一堆免費公車 然後呢 你現在捷運的 這個越來越方便 所以呢 然後這個公車呢 又是可以立向行駛 然後又很方便 所以現在坐計程車的 真的是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是按照他們講的 對不對 他們現在目前為止 一個小時 大概多少錢 我看看 這邊 才 下滑到71塊錢 比老委會所規定98塊 還要少 那 那 這樣 那只要平均下來的話 他一個月才一萬多耶 那現在油價又很貴 你知道我常常看到 他們那個排隊在等計程 在等客人的那計程車 他們 挪位子啊 他不是開耶 他下來 然後空檔 然後推過去 為什麼 油太貴啊 對 油太貴說他用推的 你看到會覺得很心酸啊 所以我想說像這種狀況的話 你政府應該要解決 而不是像這個老委會講的 他說什麼 這個是 他們是什麼 自營作業者 好就像路邊攤一樣的 所以呢 他沒有辦法限制工時 然後跟 也沒有辦法保障他最低工資 哎 這什麼話 我想 我們現在是一個 中華民國是一個 這個 所謂 自由民主的國家 重視人權的國家 然後是要拉近貧富差距的國家 啊 講這種 就不管人家生死的 我覺得可以講這種話嗎 對不對 所以我的 我的意思是說像這樣子的話 我不曉得啊 你們現在怎麼處理 那當然有一陣子 有些計程車司機希望 就說你就 你現在凍結就 最好那個那個量就縮減 然後他們的這個 呃 營運量才會增加嘛 那現在你要怎麼處理呢 如果像現在 像現在他們講這樣子的話 我想 第一個我們 我想我們大家都了解呢 計程車業者呢 的確呢 是社會的比較弱勢的這個族群 這個我們都了解 好 那我們也 交通部也非常關心他們 但是呢 我們認為昨天的那個 他們提出的統計數字呢 好 他們說他們的收入啊 時薪啊 其實我們覺得是偏低的 應該是沒有那麼低 那並不表示他們 那到底誰在說真話 你這樣講 因為我是 因為我是 他們講的是真的 我是也常坐計程車 我常常在計程車上 我一坐計程車 我就會做一些調查 所以我認為 他那個數據 的確是稍微偏低啦 可是並不表示 他們現在就很好 這我們必須要承認 他們現在的確還是 屬於弱勢族群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很多事情 來改善他們的這個收入 生活 那目前我們有做幾件事情呢 那我覺得 還要持續的推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的公務化 就是說我們這個 公務人員出去啊 儘量的 我覺得公務人員 可以跟這個 一個計程車 他們是有一個 有個team的話 乾門合作 然後就出去做計程車 這個是公務化 第二個我們會鼓勵呢 像我們會 目前台北市也在研究 就是在超商啊 在很多的地方 設定點的那個 招計程車的地方 不要讓那個空車在那邊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這樣 那這樣的話 它的那個效率提高了 那它等於成本降低了 也就收入就提高了 那如果排一天都沒有了 真是 不會 就是說有些定點 我覺得是很好的 如果大家養成習慣了 不要隨便路上攔車 就是直接到超商去叫車 那事實上這個 我覺得是會 會很有幫助的 現在因為我們大家都是習慣 就是在路上到處要攔車 這其實我覺得也是不好的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也慢慢的推動 我們鼓勵他們盡量的用透過車隊 叫車的方式 這些還有呢 我們在推一些路線能夠共乘 就剛剛那個委員提到的 譬如說有這個 這些地方我們用共乘的方式 讓它有固定的一些路線可以共乘 它收入也會增加 共乘的話 我想你們都要提出配套措施 所以不然它怎麼share這個錢 對不對 所以我是想你們可能要花 可能要花心思啦 好不好